我快被eQoo12电信的断流折磨疯了 这台eQoo12购于2024年1月25日 最近所有应用每天都要重新登录 仿佛就像每天被重置了一样 然后我家里宽带断网 所以改用流量 用的电信流量卡玩游戏 一个小时掉线三次 我不知道是eQoo的问题还是电信的问题 后来宽带恢复连上WiFi之后 也出现了一次断流 你肯定会以为我是黑子在尬黑 有意义吗 B站3万播放量只给10元 有个卵用 我选一部手机选了几个月 最后买下来了 买来遇到问题还不让说了是吗 除此之外还有些小毛病 例如小组件音乐播放不显示适配不好 通知中心不显示Spotify音乐控制 而QQ音乐就有 这不是Spotify的问题是系统问题 因为在三星手机上都可以完美显示 还有特效 还有莫名其妙两个下载文件夹 文件夹里还生成不必要的奇怪的文件 还要做着评论负 我可以以为准备是吗 我可以以为准备到这些小毛病